我想可能每个人的手机里 你翻一翻这两年的照片 一定会有你拍摄的关于大白的照片 因为打从有相机那天开启 好像我们拍照就成为一种记录生活 定格时光珍贵的一种方式 过去比如说家家可能都有那种几大本的 那种厚厚的相册 如今咱们都用手机拍照了 手机相册又存满了我们的生活瞬间 其实我们的家乡也需要一本相册 它记录的是家乡的历史变迁 民俗风情 人间烟火 那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 愿意为家乡代言 下面这个活动可千万别错过 沈阳城市相册 摄影作品 创作活动 正在征集中 怎么参与 都拍点啥 马上来看看吧 作为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都 沈阳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可以说是处处充满着魅力 大到一公两邻 然后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小到咱们的风土人情 民风民俗 有可能您随数所拍的一张照片 就有可能成为沈阳城市相册当中的 一张摄影作品 在今天上午沈阳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了解到 沈阳城市相册 摄影作品创作活动正式开始 据了解 这次活动是从2022年1月 至2022年11月 摄影作品要重点展现 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当下的魅力 活动内容分为英雄沈阳 文化沈阳 历史沈阳 山水沈阳四个部分 从沈阳文化地标 满洲省北经验馆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 到幸福沈阳底线 城市建设 时代人物 幸福生活 科技变革 工业制造 民主风景等 从历史古代如今 一工两零 到山水沈阳 山山山水 六片区等方方面面 创作内容采取社会征集和重点创作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征集优秀作品 同时邀请五位摄影名家 围绕不同主题 展开摄影创作培训 举办摄影工作坊 重点拍摄 沈阳工业 科技 生态等 开展系列摄影家 助力创作审创活动 用镜头 凝聚 英零沈阳 文化沈阳 和历史讲 在这边沈阳的特色 聚焦人民美好生活 努力创作 更多 法院新世代 新气象 新成就的 思想精神 艺术精湛 自作精良的 沈阳城市相册 摄影作品 截稿时间 是在2022年7月31日 投稿者将作品 发送至组委会指定邮箱 SYSSYJXH atSina.com 就是沈阳市摄影家协会 开头首字母 喜欢摄影的各位伙伴 欢迎大伙都来参与投稿 那据我所知呢 我们新北方拍课当中 就卧虎藏龙 平时拍的美照 常常带给我们惊喜 那这一次您的作品 兴许就会出现在 沈阳的城市相册中 让更多人了解 沈阳 热爱沈阳 走进沈阳 多好的机会 多好的平台 千万别错过了 真正露一手的时候 到了 今天互动时间 也欢迎大伙来 晒晒你的相册当中 那些能代表 家乡的美照 我今天呢 咱也当一把 这个业余评委 咱先赌为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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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